因为疫情延烧 全台掀起口罩之乱 在花莲不但口罩大缺货 酒精也被抢购一空 台九花联厂今天释出95%的散装酒精 每天开放200人购买 采取限量实名制 还要自备容器 一早清晨6点多就出现民众大排长龙 一度还因为警卫没收到通知 不肯放行 让民众相当不满 我们从提早来 还可以早一点来排队 那个保全还不让我们进来 排队排到火器上来 因为清晨6点多 大批民众提着空水桶来到台九花联厂 抢买市面上销售一空的酒精 一度因为警卫没收到通知 不肯放行 难免有点抱怨 但多数民众依旧耐心排队 现在还没开呢 没关系 要等吗 也是要等吗 不是备用已经没有了 那个店里面要用了 保护客人 要保护自己 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各地口罩酒精大缺货 台九花联厂也从3号开始 释出95%的散装酒精 吸引上百人排队抢购 根据了解这批酒精 一公升72元 每个人最多都可以买4.5公升 必须携带身份证自备容器 台九花联厂也现场教学 如何调配75%的消毒用酒精 4分的酒精 加一份的闻水 这样才有那个效果 塑胶容器的话 95%的它的那个刺激性会太高 可能你保存不容易 如果你马上回去马上稀释掉的话 去做那个调配 那应该就没有问题 那其实存放的话 至少要有玻璃容器 或者是抗酒精的容器会比较适 由于人潮众多 台九公司发放号码牌 让大家明天再来 每天也会开放200个购买名额 目前还有一年的库存量 要让民众可以安心防疫 简陈记 欢来报导